258期 打粉丝 狗画蛇 舌头胎记 来回答一下粉丝老爷的奇问啊 柴犬舌头上有胎记 有的博主说是不纯 那么舌头上胎记 一般就是指舌头上的黑斑 我们这叫做花蛇 我们这的说法 花蛇的狗抵抗力强 好养活 就是生气素质好 这样的 绝大多数的地方 对于花蛇这种狗 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偶有我只听说过一次 有个地方对于花蛇的狗 是给了一个不好的评价 当然这都是从民俗的 一些传说上来说的啊 那么 我最早时候以前养山东系犬 山东系犬土狗 包括全国各级任何人 任何使用的土狗 包括我们的昆明犬 花蛇的几率都非常非常多啊 还有你像金毛 花蛇的几率也有 德木花蛇的几率也有 也都是叫其他犬种 我个人看法叫其他犬种 是比较多的啊 柴犬有没有 因为我养斗柴 我还真没看过柴犬有没有 但是我知道麻犬有啊 来这个这个狗他就有 以及他的儿子金米斌 也是有花蛇的 那么花蛇是不是在某些犬种当中 就代表了不纯 那么这就是扯淡 纯纯的扯淡 这种博主你立即取关他啊 这种博主就是纯粹的啊 无知还爱现 花蛇 那他妈的就是个 这就好比人有个胎记 是吧 你说我长了块胎记 你就说我不是人 那我是什么 是你爹还是你祖宗啊 啊 所以说纯纯的无记之谈啊 狗有花蛇 这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这里的说法是 说明说他的身体桥件要更好一些 是吧 所以说是很多地方 尤其是养土狗养土猎都喜欢花蛇的狗 是吧 身体素质好 体抗力强 这对于 这对于一个狗来说 这都是非常积极的意义啊 那么就像这种啊 哎呀 哎呀 三七不靠的这种说法 你都不要相信啊 好 今天视频的一个内容